敬禮 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司 十六世大宝法王喀玛巴 徒登大吉上司 敬禮 坦承三宝 敬禮 今天的祖尊莲花童子 祖师上司 联祖上司 师母 各位上司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络上的同门 大家吉祥 今天我们再继续讲 六祖禅经 那么六祖他说 善之士 小庚之人 闻此顿教 有如草木 根性小则 若被大语 细皆自导 不能增长 小庚之人 闻殖 小庚之人 闻此顿教 有如草木 根性小则 如草木 根性小则 若被大语 细皆自导 不能增长 小庚之耗 GI 神公小庚 farmer 庚之上 在语 世界小庚之人 依附如是 那这里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 是遁教 遁教在佛教里面 有所谓险教密教 有所谓的建教跟遁教 所谓建教 就是一步一步来 从基础开始 刚刚连祖上师讲的 好像在军中训练 从基础上 打基础一步一步来 一直成为一个 好像是说 你实相全能的军人 什么都军人 的话 他是受了很多种种的训练 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 这一种的教义方法 就叫做遁教 渐渐的这样子叫 那么六祖讲 六祖所说的法 叫做遁教 什么叫遁教呢 一开始就跟你讲 开悟的方法 什么是开悟 人间的真相 宗教 宗教的智力 一开始他就是这样子讲 大部分的一般人来讲起来说 有些人一听到这样子的 遁教的这个教法 他们不敢直信 所以遁教 不能够直接讲 只能够间接地讲 间接地讲 因为直接地讲 会有很多人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有这回事 所以你开悟了以后呢 你会感觉到说 为什么开悟那么难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 开悟我们宗派里面的开悟者 他当然知道 但是没有开悟的 他们写了开悟的句子来 为什么我都是看了以后 跟他解释了一下 没有直接讲 但是没有开悟的还是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很难想象的 很难想象开悟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很难去想 很难去写出来 很难去悟到 那么这个就叫做遁教 遁教就是直接跟你说了 那么说的这个呢 你要去领悟到了 那就是遁悟 你一下子你就悟到了 六祖所讲的就是说遁教 它的这个禅宗有两种 一种叫做遁教 一种叫做遁教 就是渐渐的把你引导到开悟 叫遁教 一种是遁教 直接的说 很接近了 那你一下子遁悟了 那么这个叫做遁教 然后这个六祖在这一句话里面有讲到一个比喻 一般所有的人叫做小根之人 一般平凡的人叫小根之人 那么小根之人呢 像这种遁教一下子跟你讲了 直接跟你说了 你会不敢相信 不敢 就是不敢直信 有这回事 就好像那个下很大的雨啊 非常大非常大的雨 不但这个土石流都流走了 房子也倒了 何况是一些小草小花 头头头都倒了 因为这个雨太大了 遁教就好像一个大雨一样 一下来 你没有办法承受 你也不敢相信 就这样子就死掉了 所以不能够讲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 不能够讲 为什么不能够直接讲 师尊是开悟者 为什么不把开悟的这个道理 直接讲给大家听呢 因为众生当中有大根气的 听了 他心开意解 马上就知道了 那么有些人 他听了 就不敢直信 就反而害了他 不敢相信是这回事 所以开悟很难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 因为让你想不到的 这个开悟 当初释迦摩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 是让你想不到的 他悟到了什么 他到底是悟到了什么 让你想不到的 不一定大和尚 很多大和尚 大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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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修行很久的 不一定能够领悟到释迦摩尼佛的 开悟的这个境界 这是非常难的 所以六祖说 听到这个顿教 就像被大椅 一下子下来 很多草啊 花啊 通通通通都被流走 小根器的人 没有办法接受 开悟的 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有一句话讲 大根器的人 可以大的受用 小根器的人 有小的受用 小的受用 那么佛法在这里呢 就有分别 它有分别 渐渐地引导你 跟一下子给你开悟 它是有这样子的分别 这个道理是如何讲呢 刚刚连夜法师有提到 明明中自有定数 明明中自有定数 他提到这一句话 其实 我们是可以改变定数的 定数是可以改的 像大孔芊明王法 他就讲定业都可以转 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那个《了凡世信》里面 那本书里面 有立命之学 《了凡世信》 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讲到 有一位懂得 这哨子艺术的人 哨子艺术 懂得这个艺术的人 自然知道 明明中自有定数 哨子 就是哨康洁 他是一个很 为博先知的人 他以前读了很多的书 很多的书 他都读过 他很聪明 把所有的书 全部都读完 读完了书以后 到处去游山玩水 因为他很聪明 脸上有聪明之相 那么有一位 好像是说像那个仙人一样的 不是我们仙人法师 有一个像那个仙人一样的 一看到邵康杰 他说他这个人是有根气的 给他三本书 一本书呢 就是《易经》 我们晓得这个《易经》 一本书呢 就叫《河图》 一本书呢 就叫《洛书》 三本书 邵康杰把这三本书全部看过 一直在研究 知道天地之间自有定数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于是他本身把这个定数 全部写成几本书 就是邵子艺术 也就是现在在流传的 所谓铁板神术 铁板的意思是说 我这样子讲像铁一样 神术就是把你的一生都算出来 这个就是定数 冥冥中自有定数 这是邵康杰 依照他《易经》 《河图》《洛书》去研究以后 写成那几百条 几万条 几百几千条的 反正你这个数 绝对逃不过 我给你算出来了 就是你的定数 你什么时候出生 父亲是谁 母亲是谁 几个兄弟 你什么时候死 都给你定了 那么严了凡就是说 他去 他懂得这个邵子艺术以后 他懂 他心就很紫 紫如水 另外他碰到一个人 跟他指点 跟他指点说 你这样子的想法是不对的 定数是可以改的 依什么来改 《了凡事性》里面讲的是 用善恶来改 用大善来改 来改你的定数 这是了凡事性里面所写到 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但是定数是可以改的 所以少康节的 跟你讲过去的 都是很准的 跟你讲过去的事情 绝对会很准 你如果命运没有改 未来的也会很准 但是你如果命运改了 未来的就不准 所以铁板神术 是少康节本身的可以讲他必胜的一个精华 你懂得铁板神术 你可以算 你兄弟有几个 几岁的时候走了几个 我父亲属什么 像我父亲属老虎 母亲属兔子 那么我属鸡 它是用你的年 夜 日 时 分 算到分 然后去推演 推演你的术出来 很准确的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 这个遗传下来的 这个少康节 少子艺术 但是能不能改这个定数呢 是可以改的 怎么改呢 修行佛法就可以改 因为修行本身就是大善 所以像那个大孔雀冥王法 他可以改变定数的 应该要持孔雀冥王的奏 持这个百日明 持很多本尊的奏 都可以改变定数的 本来你应该出生成为软生的 我想软生 胎生 师生 你可以改变 把这个通通你修行洗金刚 就不会软生 不会胎生 不会失生 只能够化生 化生呢 至少你就是莲花童子 所以我们重视佛法 修行 也重视花菩提心 是行善 就是原因都是在这里的 我们必须要配合 要配合佛法 我们要跟佛法本身去相应 跟本尊去相应 跟佛去相应 跟菩萨相应 跟所有的本尊去相应 可以改变你自己 我最近今天 大概今天早上写了这个相应的道理 我觉得相应就是变身 变身 相应就是相应跟变身 相应就是合体 合体呢 再来就是变身 如果你不跟佛菩萨相应 你永远就是一个凡夫 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轮回 刚刚那个莲祖上师讲 他讲了很多 一话是什么 二话是什么 他讲了生跟死 得跟失 苦跟乐 权力跟责任 又讲了前半生 后半生 讲了真我 假我 都是相对的 都是相对的 他没有讲到说爱跟恨 其实爱跟恨 都是出于自己 同一个感情 不要以为说 爱是另外一个感情 恨是另外一个感情 错了 都是你从你心中发出来的感情 爱跟恨 同样从你心中发出来的 是同一个东西 都是感情 爱跟恨都是感情 所以我讲的是一论 联组上师讲的是二论 一话是什么 二话是什么 其实是一 苦跟乐是一 生跟死是一 得跟失是一 权力责任是一 前半生后半生 没有切成两半 是一 真我跟假我 也是一 他把它切成两半 我把它接起来 这个是合体 合体 佛跟我是一 不是二 佛跟我是一 绝对不是二 这个就是合体 在科学上 我们可以看得到 科学上 你说 这个 亨离 亨离 跟什么合起来 跟施迦合起来 他就变成一种 亨离味道的诗讲 这是植物上的 植物上的接织法 你把什么植物 接到什么植物 将来我们吃离子 离亚 那个将来的离子 会像西瓜那么大 因为你把它接织 接织起来 它离子会变成西瓜那么大 这个就是合体 你把它接 它用接织的方法 可以制造了很多新的水果 动物也一样 动物也是一样 最重要的一个是 细径 细径也会合体 合体以后 它就变种 很惨的就是说 只要细径跟细径 一合体 一变种 哇 我们就没有疫苗 要赶快研究出新的疫苗 去对抗那个细菌 白菌 白菌 台湾话叫白菌 白菌就是细菌 这个细菌 它只要一合体 就会变种 就变生 今天我们密教的道理 我今天早上写了 密教的道理 佛跟我合体 就变成成为新佛 新的一尊佛出来 这个就是合体跟变身 这里有人写了一个 一个笑话给我 老鼠碰到猫 这老鼠跟猫讲 我以后不用怕你 因为我的后代子孙 已经跟蝙蝠结婚 将来我们老鼠 会跟蝙蝠一样的 在天空中飞 你猫再也追不到我 再也抓不到我 这个猫 这个猫啊 冷笑一声 我后代子孙 跟猫头鹰结婚 你老鼠 蝙蝠再怎么飞啊 我猫头鹰 还是抓得到你 这个就是变身 你看那个老鼠跟蝙蝠一结婚 它就能飞 猫跟猫头鹰 一结婚 它也就变成猫头鹰 那个都会变 会变 这密教本身就是在变 小庚之人啊 是比较不讲道理 小庚之人啊 不懂得什么道理 不懂得大理 这里有一个人家写来的 有一个出家的和尚 跟一个长得很丑的小姐 坐同一个小舟 过船 过河啦 坐船过河 那个和尚就看了那个 长得很丑的女的一眼 那个很丑的女人就讲 你这个和尚是发和尚 既然敢偷看良家妇女 这个和尚啊 一听啊 就不敢睁开眼睛 眼睛就闭着 想不到这个丑女怎么讲 这个丑女就讲 哦 你不敢张开眼 就是心中在想我 哇 这个和尚 糟糕啦 开眼也不是 闭眼也不是 这和尚啊 就赶快转头 干脆 干脆 我不张眼 不闭眼 我就 把头转到一边去 不看你 这个丑女就讲 你无脸见我 你心中一定有鬼 这个出家人跟他是讲不通的 像这样子的人 我们跟他讲不通 我们讲大道理给他听 他就是这样子想 你说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你说怎么办 那个和尚怎么办 没有办法 所以没有办法讲 很多事情 有时候我在问事也碰到 我问什么事 人家打什么 或者是人家问我什么 我打什么 有时候也是不会对上 不会对得上 这里也有对不上的 这个有人打电话 在美国打那个911 在台湾打119 119 119 他打911 打去的时候 他就讲说 我家是佛 那么对方就问说 在哪里 他就说 我家的厨房 那个对方就问 我问你是师父的地点在哪里 就讲厨房 还是厨房 那家在哪里 我家 他就讲我家 我现在是问你 我们如何去你家 你不是有救火车吗 不对 怎么讲都不对 他要问你家的住址在哪里 你要讲出你家的住址 这个都是不对 不对 我们讲 谈话 不对 这个对不上 我家师父了 在哪里 我家 师父的地点在哪里 我家厨房 我在问你 我们如何去 你不是有救火车吗 所以师尊讲的 大根气的听得懂 小根气的听不懂 小根气的听到开悟的话 他会觉得不可能 所以今天我直接讲开悟是什么 小根气的人 大根气的人一听 他就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像联祖上师讲说 人生如戏 我们演了一场戏 很大场的戏 世界各地的同盟都来 这个阿弥陀佛 超度法会 大家都来 师尊讲大孔切明朗法 大家都来听 听完了 有很多人 他就是如实的气修 有很多人听了 哇 这法很好 他要如实的修 有很多人听了 哪有办法 要去起四方土 要到那个 像法顺顺州地震 地震法 震地震法 要到Spotkin 到那么远 到西雅图的海边 要到温哥华的边界 要到那个 Portland的那个铁桥旁边 哇 要到那么远的地方 去取那四方土 要念咒 念那么多 那么联印上师就讲说 师尊来坐 请师尊坐 请师尊坐 你是很聪明啊 我也不笨啊 谁讲的谁坐 联印上师是很有本领的 他 我教了护魔法以后 他马上做了千坛护魔 他马上做了千坛护魔 他可以如实的修行 法这么好 我们大家都叫联印上师去坐 谁讲的谁坐了 这个人生的事情 真的像一场戏一样 你看我们那么多的人 集合在一起 你说呢 有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时间 时间已经过了 那个已经过了 不可能有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有可能 同样召集 以前来过的那些人 同样那些人 同样集合在那个地点 同一个时间 在做这一场的法会 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了 不可能 第一个时间上就不对了 时间就对不起来 人也绝对是对不起来 有的人回去的话 很老的 很老的回去 他再也不能来 很老的 他说我来一次就够了 回去他不会再来 要把这些人全部一起召集 同样的人 同样的法会 同样的法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 不可能的事 人生就是这么样子的戏 过了 就不会再来 所以我在那个《染灯》杂志里面 有写到一个过日 过 就是指这个 什么是过 就是过了 就不会再来 不会重演 不可能重演 这一出戏 所以这是炎的问题 有些人 炎深 有些人 炎浅 有些人 只能够 见一次的炎 有些人 可以见到十次 有些人 能够相处在一起几年 结婚的最可怜 结婚的 是最可怜的啦 结婚的都要相处 很多年 很多年 这个 一切事情都要对症 对症 有一个人 去看病 医生给他检查 你这个是 盲肠花言 马上要开刀 那个病人就讲 医生啊 你再仔细给我检查 再给我检查一遍啊 再多仔细给我检查一下 医生很火了 你是医生 还是我是医生 我是医生耶 你是病人耶 我说盲肠花言 就是盲肠花言 那病人就讲 我七年才割掉盲肠 他七年才割掉盲肠 怎么会盲肠 所以看病要对症 要对 要对症 师尊也是一样 对于所有的众生 都要对症下药 都要对症下药的 我们的福啊 我们画的福啊 不能随便乱配的 这个人是什么病 就是要给什么病的福 这个人有病 你给他婚姻福 开玩笑嘛 我跟年龄上师讲 这个人本身 他的精神有问题 精神有问题 你给他那个 那个肠子的病 肠子的福 就不对了 所以有时候我一看福 这个退回去 重新再拿一张 这个人骨科有问题 要给丧食龙 结果他哪来了 急忙哪错了 是脑科服 这个都是不对的 所以要对症 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对症八万四千种病 阿斯珍 这个雷藏寺旁边排了六个炉 六个炉 这个六个炉是要对症的 你头有问题的 眼睛有问题的 嘴巴有问题 鼻子有问题 耳朵有问题的 在第一个炉烧尽 这是头 第一个炉 你脚有问题的 脚底痛 或者脚扭到 或者第六个炉烧尽 那是脚 你心脏有问题的 在第三个炉烧尽 第三个是管心 心剂部分 心肝 鼻 肺 都是在这里 你肾脏有问题的 在第四个炉烧尽 那是管的 第一个炉是管什么 第二个炉管什么 第二个炉是管脖子 还有你要发财的 我不能说拿到头部服务 你头脑发烧 拿到第六个炉烧尽 那是指天 第一个炉是天 第六个炉是地 你要发财 所有的财都从地上发的 房子 汽车 土地 这个衣食 都是从地里面所长出来的 要到第六个炉 所以这个是有道理的 我教你们烧金法是有道理的 从第一个炉管到第六个炉 你中间乞丐 乞丐在痛 乞丐不是乞丐 乞丐 膝盖痛 第五个炉 所以这个我教你第几个炉烧金 不是没有用意的 那是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 佛菩萨一接到这个 佛菩萨一接到这个 就知道你是症状在哪里 然后往那里去寻找 往那里去给你开解 这样子才会好的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对症了八万四千种病 我们人生都是有病的 所以人道修行 因为他有苦有乐 你知苦才能够得到苦才能够知修 修了才会产生法乐 才会产生法乐 那产生法乐呢 你就更容易修行 那定数要改 其实定数是很难改 我们像邵康姐讲的 定数非常的难改 今天要改 唯有修行 那么你持高王经 念百日明咒 或者呢 你想办法 念药师如来咒 药师如来咒 或者念本尊咒 每一个咒都有效 每一个咒都有效 那么好好的 好好的这个 赶快努力的修 看看能不能 有这个 把这个定数改掉 或者真的 邵康姐的东西啊 邵康姐的东西是这样子的 你如果依照你自己的命运在走 他跟你讲什么时候你死 那就是到哪一天就死 他甚至于不只是算生死 什么时候结婚 你几岁结婚 几岁离婚 几岁再起 几岁又离婚 几岁又结婚 几岁又离婚 通通都很清楚的 通通给你算出来 你碰到哪一个人 哪一个人给你捣钱 捣了多少钱 连钱的数目 包括那个人姓什么 姓官 他都给你写出来 师尊 以前也 哨子艺术 给我算了一个数目 那一条刚好是 真佛下世 万人归义 就是 真佛降世 真佛降世 万人归义 有那么一条 真佛降世 万人归义 我就是算到那一条 很准的 说明明之中 你跟随哪一个人有缘 这个缘到几岁的时候就断掉 明明之中 自有定数 唯一能够改的 就是 邪佛修行 实际上去修 把这个定数感 它转掉 就是奇迹出现 王丹远远远远 utter 你看 这一条 就是 疯狂地 空间 怎么误狀 好 咱们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